主料,茄子500克,西红柿50克,辅料,油,盐,老抽,醋,糖,大蒜,葱姜,干辣椒,豆浆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把茄子洗进去地,准备干辣椒,大蒜等,西红柿切块,茄子切成滚道块,放入盘中,撒入盐角鱼后,腌制20分钟。 然后用手挤压茄子块,挤出茄子中被盐杀出来的水分,锅中倒入油大火加热,倒入大蒜,葱花等,倒入西红柿炒出汁,茄子倒入锅中,加入老抽,糖,醋,鸡精等,翻炒几分钟,倒入煮熟的豆浆,煮熟的豆浆,等到锅中汤汁粘稠即可,烹饪技巧。 做这道菜,用长条茄子会比原茄子更好吃,西红柿则则要选择,又大又红。 糖汁多的那种,茄子是一种比较稀油的蔬菜,又想炒得好吃,也比较备油,用盐腌制茄子,可以有效地去除茄子中的水分。 这样在炒制过程中,可以减少油的使用量,因为在腌制茄子,的时候用到了盐,因此在这道菜炒制的过程中,就不要再添加盐了。 否则会很咸哈,大蒜的味道和茄子西红柿混合在一起,恰好是味道最好的。 这是一道非常下巴的家常菜,虽然不好看,但特别好吃,原料和调料,极其制作都很简单。 强烈建议大家试试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问�子放选多伽子往 darkest的时间。 请问赞前赞, 괜士声 denk編。 请插写吧!